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在我旁邊這一位是我走線到美國 第四個採訪的大V博主啦 就是網紅 沒有沒有不甘妝 大家應該對他不陌生吧 他就是陳老師 這個陳老師他也是從中國出生這邊嘛 然後之前輾轉到韓國再來到美國 對 因為我發生那些事情 大家應該都知道 然後到了韓國之後呢 然後就在八九哥的頻道出道了 所以是什麼因緣際會之下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頻道 其實你的頻道我老早就看到了 那時候是愛台灣 但是比較偏藍一點 比較有點大中華情節 所以那時候你是比較綠的 對 所以那時候我看到你頻道我很不爽 然後你有次直播 然後你講的那些東西 我就哇好幼稚 然後請的那些嘉賓我就好幼稚 我就直接罵你的 然後我們倆對嗆了 你還嗆了我 有一支短片後來我沒有找到了 當然後來我做YouTube有發現 哇確實小粉很多邏輯 我真的沒辦法理解 對 反正有一次我記得 我就是在節目上 我還說我有一個點 我說你長得像李榮浩 我說人家李榮浩你看看 那麼好唱歌那麼好聽 你看你也長得像李榮浩 你怎麼做這種事 怎麼做台獨 好幾年前了 那時候我還在中國 我不敢想像耶 對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你這個轉變很大是為什麼 慢慢的有一些過程吧 後來我就覺得 也是看太多了 因為我中國出生 所以我肯定是紅的 然後在高中的時候翻牆 我就變得有點藍 一開始是藍裡透紅 後來變成完全藍 因為我覺得共產黨的做法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就變成藍的 變成藍的之後 又經歷了很多 覺得藍的跟紅的 某些程度也有點像 反正這個過程太長了 就簡單的講 然後又從藍的變成綠的 後來我覺得政治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後來我就看得比較淡了 然後我就沒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但是主要我還是覺得 還是尊重台灣人的看法 就是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個國家 他有他自己的憲法 而且他很多方面比做的中國優秀 那為什麼不要承認他呢 再加上我確實 也被中國的社會主義鐵拳打到了 因為在中國的時候 經歷了很多事 又被抓捕 然後又逃到韓國 然後現在來到了美國 然後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國家 這就讓我慢慢的清醒到一些事情 你當時有沒有想過 找什麼韓國人幫忙 他的邏輯真的 我沒有辦法溝通 我經常看他會直播台灣 很多他的粉絲啊 還有中國的一些小粉紅就說 人家韓國人你看 實地取證 他有外出去拍 拍了什麼台灣的那個街友啊 說台灣現在都是搭帳篷 跟美國一樣 水深火熱 但是你看去中國 他每次都去什麼陸家嘴 去上海的金融中心去 對拍他確實有實地考察 但是他是很明顯是兩種極端嘛 去中國去最好的 去台灣去最破的 你是因為什麼事情被解決 是翻牆還是你開發的那個軟件 我沒有開發 我在推特上面教別人翻牆 然後疫情的時候 我一直在推特還有外網上面去攻擊中國的疫情政策 然後我就在海南的時候被當地的公安抓捕了 當時就是武漢肺炎救了 因為那時候我雖然沒有確診 但是我發燒 那個當地的負責的警官就覺得 像是發燒的人都不要接待 就是看守所不願意接收 公安是打給看守所要求看守所接收的 看守所就推說我們現在這邊反正是不接收 讓你們公安自己去解決 所以公安只好把我關到那個審訊室 關了一晚上問了很多的問題 第二天他們就說 黨和國家政府現在對於大學生是比較關心的 因為你是大學生 所以我們現在給予你取保候審 只要交一萬塊錢 你就可以回到你的住所 但是不代表案情結束 需要調查的你隨時要配合我們 是這樣的 所以你是這個原因從機場去韓國 沒有 我其實來韓國經歷了蠻多的 我中間也好幾次我可以 已經計劃了去韓國 連學費都交了 但是我沒有去 因為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太難了 因為我一旦回去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再回得去 中國 對 因為我當時如果不喜歡出國 我也可以 那就被關 關個幾年 我是當時是有一點點接受的 但是我又想到他們跟我說 如果你在中國被關的話 中國的這個記錄 它是終身制的 像是民主國家 美國、日本、台灣等等這些國家 是五年紀錄 而且還有你的子女上學 不可以上好的學校 也要你去入職 尤其是公家機關的 都不可以入職 影響三代 所以才會有最後一代這一所 所以 對 當時我就想說 我關是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整個人生就 對啊 被降級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還是要來國外去闖蕩 然後我就當時就決定 投了兩次簡歷去韓國的學校 你下了什麼決心到韓國再到美國 因為你肯定也會不聊中國了吧 每天都很壓抑 每個月都要去海口公安局 去做筆錄去調查 當時我被抓的時候 他們都把我的手機通訊錄 就是主要是社群軟體 因為我一直在有用Facebook Instagram這些 他們就調每個人的聊天紀錄去看 我那時候也不太常聊政治 所以 我也沒有想過去反共撤反 我到現在你看我的頻道 沒有講反共什麼東西 我都會講一些 中國的社會時事小粉紅這些 就是其實我蠻能理解的 就是一些在海外的 包括有些肉身還在中國 但他在YouTube做頻道 他們也就是 不太敢去碰聖上 當今聖上跟一些中國中央的東西 但是你偶爾擦邊球 小粉紅或是當地的官員 這些擦邊球是OK的 像我目前都是講一些 很簡單的社會時事 也是希望中國 變得跟其他國家一樣 增長一點 對對對 像是我遇到一些在海外 就是他真的就是出來分析 很深就是可能就是罵那個聖上之類的 那他家人就肯定都被找麻煩 對像之前的那個劉大聖 對 很多這種類似的 就是很多小粉紅不敢相信 中國會這樣子 我第一週 就是我出事的第一週 我上你的頻道 警察沒有找我家裡人 對對對 我上了三例上了民視 你覺得警察有找嗎 有沒有找 沒有找 你知道最後上了什麼媒體找我了嗎 我那是不懂這些 所以他們邀請我 我上了那個頻道之後 我也沒有罵共產黨 我就說我在中國被抓的一個經歷 大紀元 大紀元 對大紀元 所有的帳號 銀行帳號就凍結了 所以那個時候 我沒有辦法繳學費 我的留學簽證就會被終止 那韓國他不可能像美國有什麼可以讓你人道主義的留下來 不可以你必須離境 那這樣的話 欸 我不就要主動被韓國遣返回中國了嗎 對啊 那就自投羅網了 那中國這一招就很厲害 很聰明啊 對對對 對啊 後來我就還是想辦法要來美國 去其他國家 當時我記得蠻困難的 所有國家的這個出入境都是終止的 因為疫情 只有美國 當時我才可以來 所以你現在是打算要拿到美國的身份 對 一定要拿 不管通過任何方式 我肯定要拿到美國身份 而且我拿到美國身份之後 最終還是想要去台灣生活 不管是拿台灣的定據還是拿台灣的身份 畢竟真的啦 文化語言圈差太遠了 對 但是你有沒有當過小粉紅 我之前就是小粉紅啊 只是不會像 我們看到那些極端的那些弱智的 我現在你看我頻道的這些風格 就是我過去的 我可能愛中國 我會跟你講很多的道理 台灣啊 根據什麼什麼法律啊 台灣就是中國的 像一些無理取鬧的 我本身我的性格也不是這樣 所以你認為說 中國可能全面開放網路之後 或是經歷過一些什麼 你認為清醒的人會越來越多嗎 我覺得會越來越多 但是還是要看中國的形勢狀況 如果中國現在收得越來越緊 我覺得還是很難 那你覺得大家心裡知道一個敵嗎 只是不敢講什麼 就是啊 中共可能是比較 不好 對對對 不太會 我覺得大部分中國人還是 是沒辦法改變 因為都是教育導致的 我的同學啊 我的朋友啊 他們都不會想到這些 嗯 我看之前有了 有些人建議你說 不然你去找個台灣女生談戀愛 甚至成功可以結婚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是 如果你沒有拿到美國護照 做這個事情的話 你要回中國注銷 對啊 我就想過 如果這樣的話 我還要回去 那不太好 所以我一定要 移民成其他國家的人 就算疫情放開了 我也不能去台灣旅行 因為陸客還沒有開放 那你之前對台灣有什麼印象 你認為跟中國最大的區別 講話的腔調不一樣 蠻溫柔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去學台灣腔調 因為我最喜歡 他們講話 蠻溫柔的 講話蠻好聽的 蠻性感的 然後我就學了 你原本的聲音可以印象嗎 你的家鄉口音 其實我現在有時候 故意去講我們家鄉的那邊的口音 就是大陸的普通話 我覺得不太像 所以就導致有些人誤解 你是不是台灣人 這樣子 可是其實如果真的是台灣人 還聽得出來 台灣人聽得出來 但是我的頻道 也有很多的一些中國人 他聽不出來 他聽不出來 他就說 你這是台灣人反傳 所以你現在在美國生活 有遇到什麼困難 或是最不習慣的 然後 有啊 沒有綠卡 沒有綠卡就蠻不習慣 有綠卡我可以 至少去台灣會比較順利 正常來說的話 多久可以拿到 好像我在教會裡面認識的人 各種申請的方式 他們平均下來都要花好多年 所以也就是綠卡拿到之後 還要再過一段時間才能拿到護照 對 從綠卡到護照之前 要五年 然後從沒有到綠卡之間的年限 不確定 所以是五加問號 對排七 像你這個頻道做 大概是2021年吧 對去年 前年的時候 那你這個心路歷程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遇到什麼問題 有是什麼困難 就開始拍這影片 你也知道 就是分享自己的遭遇 在什麼的遭遇 那時候覺得 只有我自己知道的話 然後他們對我家人 或者對我怎麼樣 我就沒有辦法發生 然後我覺得 把我頻道做起來之後 他們就不太會去隨便麻煩你的家人 或者是麻煩我 然後我頻道做起來之後 很多人認識 知道我之後 網路上聲量變大了之後 中國政府也沒有怎麼為難我的家人 這一點我還蠻 算某種意義上感激吧 也就是去年開始認真更新的 然後我其實一直把你做一個目標 但其實如果沒有團隊做這個事 真的壓力很大 很大 我看你現在就是 還是會休息個幾天 這才是對的 對對對 這才是對 你身心要健康 你才可以拍出好的影片 因為我經歷過這個 我就是勸你是不要這樣 除非你有找到團隊 所以每次拍完影片 我都覺得好累 對啊 節目裡面好好笑 但我鏡頭一關 我就太累了 那我覺得這個 你這個心路歷程真的是 真的是風迴路轉 我只能這樣說 你看一開始罵我 然後上我的頻道 然後曝光 開始做頻道 然後你剛剛就說 以我為這個標準 完全無法想像 沒有永遠的敵人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你剛剛 剛剛我們結束錄影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你說你想起來的那個記 就是我當時在節目說 你長得像李榮浩 對我想起來 當時我是覺得 有點冒犯你的 就是說李榮浩唱歌那麼好聽 你長得那個像李榮浩 怎麼還是個台獨之類的等等 對我有跟你吵架 我有記起來 對 那假如說你現在有機會到台灣 可能拿到美國護照了 你會想要 然後 定居台灣拿到台灣的身份 台灣的護照嗎 對啊 我想 台灣好像有一個叫什麼 就業金卡 我覺得我是可以的 哪怕再顧個 幾個剪輯啊 顧幾個員工 我覺得可以拿到那個就業金卡 我覺得我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看有些YouTuber 幾萬訂閱都可以拿到 所以之後想上 你說海外的來台灣 有 我看有香港人人去台灣 拿就業金卡 YouTuber 他們訂閱才幾萬而已 雖然是這樣子 但你拿到護照 可能還要再過好幾年 是啊 你來到台灣 你還有什麼規劃 規劃就是 以前 那時候去台灣的時候 沒有走遍 我有環島 但是坐火車 但是 有一種想法是騎腳踏車 其實我一開始就計劃騎腳踏車 但是那時候太懶了 沒有完成 所以我之後去台灣的時候 我就想要去騎腳踏車 走遍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縣市 然後每個縣市其實都可以拍一些影片 然後把每一個城市都蹭一遍 蹭一遍流量這樣子 好那這邊也祝陳老師早點拿到美國的身份 然後來台灣生活 或者是來台灣定居 我們台灣也歡迎你 好那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一定要封鎖 對 然後請大家 都去訂閱陳老師 訂閱 都訂閱起來 然後 我還有一支影片會上在陳老師的頻道 好 OK 我們再互相fit一下 好 掰掰